菩薩內觀修一心三觀以後 第一件事情就是 皆於阿秒多羅三秒三菩提不退轉 阿秒多羅三秒三菩提就是無上正等正絕 淫簡單地說就是一心三觀的真如 我們在陰地叫做修一心三觀 在果地叫做一心真如 他成就一心真如 在這個一心真如的十項裡面成就不退轉 那麼他的結尾呢 偶一倒是把他判做出地的歡喜地 為什麼叫歡喜地呢 因為他真實的清正平等法性 所以心生大歡喜 這個時候練習了 不多空有兩邊而順入中道的思想 我們第一個功德叫做歡喜 為什麼歡喜 我們解釋一下 內觀法門啊 就像蓮花一樣 我們種一朵蓮花 沒有人一開始看到蓮子 你看到蓮花嘛 含苞待放的時候 一開始修起一心三觀的人 根本看不到一心三觀的功德 他不像修無常觀 你修無常觀 無我觀 你馬上看到你的感覺 你的身心有變化 但是這種真如的啟動啊 它是為什麼叫做秘密 它是一個隱藏而不見的東西 只有到有一天 突然間在你一念的相應打坐的時候 突然間啪 太陽出來了 花開連線 原來這個靈花裡面有蓮子 還真有蓮子啊 所以一個人從一心三觀一開始 超過文字波雷 觀照波雷 在觀照的時候 都是養性 靠著我們對佛陀的信任 啟動我們的一心三觀 等到真如本性現前的時候 原來佛陀說的話真是不需要 原來真有這麼一個東西 所以他心生大歡喜啊 這是這樣來的 一個流浪漢 長時間在外面流浪 回到家以後啊 原來他真的有一個家 那麼這個時候維世學給他一個判價叫片形真如 就是這個真如 一心真如是怎麼真如呢 片形 普片 它是一個平等 無差別 我們凡夫跟聖人最大的問題 就在差別跟沒有差別 你看凡夫啊 那叫諸多差別 你看過哪一個凡夫兩個一模一樣有沒有 不可能 就是生胞 雙胞胎都不會一樣 煩惱不一樣 各打各的妄想 業力也不一樣 火爆體也不一樣 煩惱到業戰爆炸 所以眾生法見那就無量差別 但是一個人法萬歸真理以後啊 開始進入無差別 追求平等性 所以第一個叫做片形真如 那麼這個時候他正得的真如就是 從差別的這個象狀 讓差別的因緣回到無差別的一心真如 這是第一個 就是不退轉 也就是說他以後只有進步沒有退步了 沒有了 好